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部战区官兵接到命令之后 前往预定区域集合展开作战部署 出动的包括战区陆军员双火 海军区护南导弹快艇 控军遷击 光炸 加油等机型 东部战区发言人说 按计划 由星期六到星期一 在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南部和台岛以东海空域 进行环台岛战备警巡 和联合利监演习 重点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 夺取制海权 制空权 制信息权能力 表明目的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亦是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福建海事局 星期六开始会在福州 平潭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路透社拍摄到解放军军舰 朝早在福州附近 马祖列岛队出水域进行射击演练 台湾当局说 偵察到多架解放军战机 和多艘艇越过海峡中线 已经掌握区域周边情况 批评六方以蔡英文出访 国境美国为藉口实施军演 形容做法严重破坏区域和平 稳定和安全 会以沉着理性严肃态度应对 台湾的蔡英文星期五结束外访 国境美国期间 在加州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翻回台湾后 又会见由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率领的议员代表团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永过渡 台海局势再度升温 而大陆方面多次重新 不排除使用武力攻台 军演嘛应该的 直接把台湾打下来 反正我个人觉得 打台湾我去 抗炮弹就行 这个的话对于我们做贸易的来讲的话 也会担心这方面有影响 但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他们从来都是偷偷 非常狡猾的 不会让自己吃亏很多 我真正要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真正跟我们打起来 也在台北新触空军基地 外电报道也都见到有战机升空 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 胡锡进发文 说美台虽然认为军演的规模 符合他们的预期 但仍然收到强烈讯号 若美台欧年继续涉及到海峡地区和平 还是战争根本问题 并且涉及到台湾政权能不能继续生存 而大陆是有力量 在他们同返分裂国家发型头相撞的时候 透过用武力彻底解决台湾问题 认为今次军演是要矫正美台 对台海形势的预期 今次是解放军在不够一年 再度进行擾台军演 对上一次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去年8月不理会北京反对访台 解放军当时也都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多军兵总联合战备警巡 和实战化演练 展示解放军有能力全面封锁台湾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榮报导 港铁金铭两日提供车费半价一位 掌车搭车以及来往罗湖和洛马州站 一样是有半价 但立法会议员批评 假日先提供一位对乘客不公平 不及过往有半年97节的票价一位 复活节长假期第二日 不少车站上就乘客疏落 这两日用八达通乘搭港铁大部分路线 包括来往罗湖和洛马州 可以半价乘搭车 年满65岁的人士 两元乘搭车一位便一元一位 就是刚才出来 多开心啊 每一元 坐冬铁去内地相对减价最多 成人由上水去罗湖 平日是25.1元 半价之后是12.5元 有这个半价当然好过没有 因为我们如果在大陆回来 或者在香港回大陆 其实车费都挺贵的 你不是说优惠人士去乘搭它 你又需要人士去乘搭它 转乘优惠 特惠站等可以同时使用 不过搭东铁线头等 和机场快线就没有半价 港铁提供优惠 源于去年因为事故罚款超过一亿 在新票价调整机制下 挑选四个星期六和星期日 提供半价优惠 至于另外两个半价的搭车日 就在下个月的13和14号 不过有乘客认为 事故在平日繁忙时间发生 假日提供优惠并不公平 最好就是上班下班时间 我觉得对市民是最减轻的负担 也有乘客认为四天半价优惠 不及旧机制有半年九七折车费回赠 这个都是四天 但如果三个星期 我觉得之前也有保持长时间 当然希望可以保持长一点 好一点 例如由上水去湾仔 以往上班20日来回 一个月可以省24元 新机制下半价 只是省了21元 他促请港铁平日提供其他折扣 减轻市民的负担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五一黄金周就快到 政府和旅游业界商讨 承载力和运力等的问题 期望减低对市民的影响 业界就估计 到时会以自由行旅客为主 政府要做好准备 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 本月29日开始 本港有旅游业界说 接待的旅行社正是陆续收团 但是由于高铁车票紧张 旅行社很难组团 估计访港的主要会是自由行旅客 政府要做好准备 应对可能突如其来的高峰 他们主要都是自己去订酒店 自己安排交通来香港 长假期里面一定是陆路口岸 例如可能在罗湖、洛马州 之后进入东铁线的旅客是佔多的 这些本地的交通服务 我们应该是有能力可以自己处理到的 例如可能即时给到一些信息交通业界 例如口岸到真的多人等的士 或者是等巴士回到九龙或者港岛 这些都是可以令到旅客不需要说 到了香港之后要等很久或者太制用了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鸿说 旅游事务专员已经和各政府部门和业界 商讨承载力和运力等问题 期望减低对市民的影响 包括了可能在关口里面出入境的一些安排 以至于运输 譬如你可能在罗湖有很多客户来 地铁运载量等等你如何处理 已经开始谈了一次 大家各自都会回去就着一些估算去做一些准备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亦大家互相能够体谅 香港人我们过往有一个好客之道 其实我们都是时候 大家一起拿回这个精神出来 一起去欢迎我们的旅客 对于全面通关之后 内地廉价旅行团重现 对部分居民造成困扰 杨润鸿说当局已经和业界寻出方案疏导人潮 旅客聚集的情况已经有改善 他又说政府重视访港旅行团的质素 但是对规管团费有保留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另外澳门旅游局下星期一开始 再推出买去程送回程 跨境交通票无一位 受惠对象包括香港旅客 同经香港去澳门的台湾和海外游客 旅客购买去澳门的穿梭巴士车飞 或者船飞 如果在澳门过夜 回程时候可以免费 一共有三间直通巴 和两间船公司参与计划 每个旅客可以用最多五至一位 澳门当局说 上次一共送出超过14万张回程飞 令到到访澳门的香港游客 较去年同期倍增 期望今次能够同样带动更多旅客 在非旅游旺季去到澳门度假 消费 一位期去到6月底 下一节回来会报道 政府说就算兵协会员资格暂停 会确保运动员不受影响 兵协就说 削减任何的资助都有影响 北韩半个月内两度进行 核鱼雷水底引爆测试 华具备致命性攻击能力 回来新闻时间 兵球港队参加国际赛 播放国歌时候出错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说 如果兵协被港协暂停会员资格 政府会确保运动员不受影响 兵协就发声明说 削减任何资助都会影响 运动员培训和发展 兵球港队到波斯尼亚参加比赛 播国歌的时候播放成 和港独有关联歌曲事件 港协既奥委会启动 暂停兵协会员资格程序 兵协就说 港协一直希望证明兵协有错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回应的时候说 重点是兵协有没有跟从指引 港协一旦暂停兵协会员资格 政府也考虑削减对兵协资助 杨润雄强调 康民署有方法确保运动员不受影响 知道哪些钱是给运动员去做培训 哪些运动员去出赛 哪些是在社区推动体育 康民署继续跟着那些项目 给一些资源出去 兵协不同意 发声明说 所有资助都用在民园的薪酬、强积金、训练、比赛和本地联赛等 削减任何资助都会影响运动员培训和发展 港协企奥委会就拒绝再评论 会否考虑再有什么修订 现在都足够 兵协需要在五月初之前向港协提交事件全面的书面解释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企业管治改善方案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踏入流感高峰期 有专科医生说 如果小朋友同时感染多种病毒 情况变得严重 不如家长带小朋友打针 卫生防护中心说 香港踏入流感季节 有多宗爆发报告 最新的是小南医院一个严重致障科南病房 早前有三个病人确诊甲型流感之后 再多六个病人出现呼吸度感染症状 测试结果也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 六个病人年龄由48到71岁 现正接受隔离治疗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 林藏副教授关逸华说 解除防疫措施之后 流感爆发是预期之内 而一般会持续大约三个月 不过如果同时感染两种或以上病毒 情况比较令人担心 例如新冠病毒加上甲型流感病毒 即我们称为Trendemic 另外如果新冠病毒加上甲型流感病毒 加上合巴病毒 或者Tridemic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担心的组合 关日华又说今季甲型流感附加了抢病症 会引发呕吐、辐射等腸胃症状 并较多集击2至3岁的小童 未打流感疫苗的小朋友 病发症和重症机会也较高 儿童和长期病患者 都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无线电视记者林俊谦 2021至2022年度 一共有3,700多个公务员辞职 较前一年度多超过一倍 也是回归以来最高 公务员事务局长杨何培恩说 较多新入职公务员辞职不是特别现象 疫情下公务员工作压力增加 随着本港社会伏偿 交上工作环境改善 有信心可以挽留公务员 我们都希望在一切都復偿之后 政府部门的工作都归于正常 年轻的同事或者是新入职的同事 就可以真的去看真我们的工作是怎样 適度利用最新的科技 让我们的工作环境 其实不会落后于私营的机构 或者其他 也应该提供足够的培训机会 无论在认识国情 无论在认识科技 或者在国际趋势方面 我们都提供很多的机会 比以前更多的学习的机会 给公务员的 得到一份有东西学 有满足感的工的一些人士 他们会留在公务员队伍 这个我是有信心的 杨河培恩又说 新建立表扬优秀公务员的行政长官 表扬榜已经自此提名 不会只是表扬个别部门 如果有跨部门合作表现出色 团队中的代表人物同样有机会获奖 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截至2月底 收到14000多宗的申请 超过8700宗获批 第九成半获批申请者来自内地 有超过8300人 年龄方面以18至30岁为主 占超过一半 获批个案最多的是 拥有全球百强大学位 并在5年内累积最少3年工作经验的人 有超过4300人 其次是持北强大学位 但工作经验少过3年 就有超过3200人 而申请前一年 年收入要最少250万的类别 有超过1100宗 其中大部分人介乎300万至500万 外观在大嶼山对开征破落河船走先案件 检获1000万元的货品 包括冷藏的猪内藏和海参等等 检获的货品包括近10吨食品 有海参、牛肉缸和猪内藏 另外都有手提电脑和电脑零件等等 海关区域巡逻船 上周二进行反走私行动 在大嶼山西南面分流对开 折茶一手开往澳门的内河船 两个保清装有红酒和波鞋的货柜 櫃边出现渡航水引起怀疑 详细检查后揭发走私货物 当中冷藏珠内藏只是用石纸包裹 香港与澳门的距离短 航程只需要几小时的时间 所以走私分子想利用这些石纸包裹 保持急冻食品的冷藏温度 这种方法是不能保冷的 当海关人员检查这些猪肚的时间 那些猪肚已经开始出水 有部分也开始变坏 食物安全成疑 海关相信这批货 货物是经澳门走私往内地 可以逃税的金额大约840万 拉了货柜副运公司的 47岁男东主和43岁女职员 海关人员表示 疫情期间由于陆路运输售了 不法分子主要以海路走私 全面通关之后 相信不法分子会不断改变走私的途径 海关表示 会继续用情报分析作为主导 和不同的地区交换情报 去打击未来的走私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张海南报道 国交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口信 说愿意加强中朝关系的战略引导 潮中社报道 金正恩透过中国新任特命全权大使黄亚军 转达习近平的口信 说高度重视中朝两党两国关系 愿意和金正恩一起在新的形势下 加强两国关系的战略引导 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 习近平又对金正恩早前致电祝贺他 连任中国国家主席表示感谢 并致以亲切文后和良好祝愿 北韩半个月之内 两岛进行核鱼雷水底引爆测试 声称具备致命性攻击能力 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 核鱼雷海啸二号星期二 从东部险的南渡嘉津港投入试验 无以航程1000公里 以椭圆和八字形的航线潜航超过71小时 并在星期五到达东部港口端川市的目标水域 在水底准确引爆 报道说试验全面验证潜水战略武器系统可靠 具备致命打击能力 有效压制敌军的军事行动 捍卫国家安全 今次在北韩相隔半个月再进行同类测试 这种可攜带核弹头的深海鱼雷 能够隐备潜航至到作战水域 通过水底爆炸造成超强力放射性海啸 从而摧毁敌方军难偏对 和主要作战港口 而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负责北韩事务的代表 星期五在首议开会并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联合国成员全面落实安利会决议 将北韩劳工遣送回国 和停止再向北韩人发放或者更新工作签证 说北韩主要通过向境外输出劳工赚取外汇 又说在海外工作的北韩电脑专裁 不断以艺母身份和国籍 试图被开安利会制裁 在海外赚取资金 为北韩核武发展提供财政支援 无线电视记者何影桥报道 美国海军向中东派遣一艘巡航导弹潜艇 美军公开照片说核动力潜艇佛罗里达号 星期四进入中东水域并通过苏伊士运河 美国海军司令霍金斯说佛罗里达号 可以攜带多达154枚战斧巡航导弹 将会围住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提供支持 协助确保地区海上安全和稳定 美国海关很少公开潜艇的部署和行动地点 霍金斯拒绝回应为什么会有今次的部署 分析指美军的行动是要震慑伊朗 休息一会 稍后还会报道 国家疾控局介绍新冠溯源工作 强调发现地不等于是起源地 又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发现的病毒可能源于人类 长三角不少科创企业又要来到香港寻找商机 万法局希望下星期的展览有助深化量的合作 回来新闻时间 国家疾控局说对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没有任何隐瞒 但专家说根据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研究 认为在市场发现的病毒很可能源于人类 新冠疫情发生超过三年 国家疾控局召开记者会公布新冠溯源工作情况 当局承认病毒溯源研究存在一定难度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爱博拉的起源 新冠到现在也才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而这个多种疾病的溯源的研究结果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疫情的发现地并不等于疫情的起源地 当局说2020年1月到3月 中国疾控中心在华南海鲜市场 採集了千多份环境和冷冻动物样本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和基因策略 其中73份环境样本呈阳性 而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 和当时病人对比是近乎百分之百相同 这也提示了这些病毒应该是来源于人的 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 这些环境样品中所携带的一些宿主的信息 显示这些宿主主要是人的宿主 那也包括了猪流羊 猪流鸡鸭等 以及一些冷链的产品的一些基因 甚至有老鼠黄猫的这种动物的基因的片段 这些都提示了这个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人的污染的东西 世卫总管事谭德塞近日呼吁中国 和其他国家透明地分享新荒素源的资料 国家控局则强调中国在新荒素源上没有任何隐瞞 又奉劝世卫有关人士回归科学和公正的立场 不要主动或者被逼成为个别国家将新荒素源政治化的工具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内地长三角地区有不少的科创企业 说有意来到香港寻找商机 马法局说下星期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 将会深化互港两地大数据合作 陈卓康在上海报导 国家提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将上海至杭州、金华以及合肥公路完善的地区 规划为G60科创走廊 聚集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产业 在G60元区中有科创企业说有意开拓香港市场 因为青鲜年香港非常注重高端的制造业 另外还有科技研发的重视 他们对于新兴科技的接受度非常高 我们对这方面的期待也是非常强的 这间公司也开发了一个大规模定制平台 帮助小众设计师制定生产方案和配对厂商 将概念化为现实 谋法局日前在上海举行 《湖港创新发展论坛》 有参与论坛的上海电商 就表明会增加在香港的投资 我们设立香港公司已经快三年了 但是疫情的原因很遗憾 我自己一直都没去过 首先它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 香港是我们非常棒的用来把海外 把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优秀的产品 引入中国 另外一方面 对于我们进行去拓展国际业务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香港是一个极佳的前售仗 谋法局就说 今个月12号起举行的香港国际创科展 由30多家上海企业参加 进一步深化互港合作 两地的大数据的合作 其实会有共同的一个展区 同时也有个两地互港公共数据 一个创新大赛 会同时启动 借香港创科展期间 会介绍枝六零的科創走廊 如何可以和我们香港的科創成果去结合 又在上海尝试科技行业的港商就认为 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集合大量产业 人才和资金 两地科技创新要加强合作 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无线电视记者陈卓康在上海报道 警队首次在北京举行招务活动 又在京港生认为 内地读书经验对头额警队有帮助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警队职位空缺近年持续高企 继续广东和福建后 警方首次走入北京高校招务在京港生 警察招务组在北大校园举行广座 介绍警队的工作 待遇和解答问题 有大约30个学生出席 活动安排即场轮选 举行《基本法》和《国安法》不是 合格后便可以回香港 进行体能测试和面试 如何可以在面试中取胜 祖国或者是国情 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而作为一个在内地读书的学生 一定是会比起香港的学生 在这方面会优秀多些 同时间我们考官 可能都有多少少的期望 整个考核过程 其实由始至终 看回刚刚我们介绍的内容的质素 包括校生的远文能力 它的沟通技巧、领导才能 有学生就认为 内地读书经验对头考有优势 在内地读书的话 就可以更加了解两地的状况 因为本身我也是香港人 一定是了解香港土生土长 这些文化背景 再加上了解祖国这边的文化背景 可能在之后的工作上 都可以帮到不同的人 也在北京大学读碩士的港生说 有信心投考成功 将来希望加入警民关系组 与当地的社区 建立一个良好的灭罪伙伴关系 是对直行社区是非常有意义的 2020年当《国安法》出来 我们已经有看过整个法律的文件 《基本法》本身都有看 所以对考核都是有信心的 警方说内地大学招募快线 下一站会去到武汉 希望透过活动进一步了解 内地港生对回港就业的展望 从而检讨招募策略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有两岸关系学者认为 假放军今次军演 可以视为和去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的同级反制措施 带了其他17位国会议员来 亲自到陆产纪和蔡英文见面 这方面对北京来说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会有今次所谓的外台 军演的一个行动 整体来说今次这个行动 和去年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 唯一比较不同的地方 他估计美台短期内 不会再有高层往来 台湾下半年进入选举周期 北京应对台湾局势的手法 将会转出谨慎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有邮轮业人士预计 本港的邮轮业要迟多几年 才能够真正复偿 泰国北部近日空气污染严重 清卖公务员可以再加工作 稍后讲一下为什么空气会这么差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随着本港经济逐渐复尝 上个月终于有国际邮轮来港 并以本港为商务港之一 但香港的邮轮业 较其他地区更慢才重新起步 要迟一些才能够真正复偿 这艘可以乘载超过一千八百的乘客 排水量超过七万五千吨的邮轮 三月开始进驻本港 并将香港和高雄视为商务港 这次我们在香港做母港 我们有非常多东南亚客群 我们有从中国来的客群 还有我们有从高雄 甚至台北上来的客群 香港有一个非常棒的游轮码头 香港本身有许多旅游景点 infrastructure真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为什么香港是作为母港 游轮驻港超过一个月之后 这个星期开始展开商务港行情 接载旅客来往台湾高雄和澎湖 房间预订率更加超过九成 生意的前景是蛮好 我们其实也非常满意 就是说很多人都很想出国 那很想出国的话 趁到游轮其实是最方便的 而且当你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目的地区 所以我们的乘客 其实是能够很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时间 享受他们的这个假期 但有邮轮码头营运商说 由于邮轮公司一般早两三年 已经计划行程 本港比起大部分地区 迟了年多才重新起步 预计本港邮轮业要复尝 最快要等到2026年 他还建议本港要搞好邮轮业 应该在码头附近提供更多泊车位 建酒店甚至要提供加气设施 因为很多新起的邮轮 将会采用天然气做燃料 无线电视记者 袁远旭报道 首部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加建的电梯 预计下个月底开放使用 那部电梯位于九龙城近联福道的行人天桥 横跨联合道 附近是浸会医院和浸大校园 升降机目前是被繁布覆盖着 预计下个月底落成 并开放给公众使用 加设了免触式的按钮 被市民可以隔空按键 最后也设有盐棚 为等候的市民遮光党羽 维书近物流局长林世雄在网子说 加建升降机工程 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 五支工时间教传统的方法 省到大约六个月 寄台升工作效率也减低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日后会更加广泛引用 过去几年因为疫情 很多软射限制探访 导致长者和外界隔绝之余 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随着防疫措施解除 市建局推出义工计划 招募不同专长的义工 去到旧区软射探访 并透过各种活动 令长者重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重建身心灵健康 Kennis和Tagree是这个计划的学生义工 这日来到院舍和老人家一起做手工 以及一些可以放松心情的呼吸运动 因为想训练老人家的小手机和耐性 其实这些活动大人小朋友都很适合玩 我帮你折你的数好吗 好 你叫我好像现在这样做 是的 有长者在这里住了两年 平日不能够外出 院舍内也缺乏娱乐 所以她非常享受参加这些活动 起床就在床上移动做运动 没什么要做 吃饱就睡觉 睡饱就吃 一天四餐五餐 玩得开心 最好多些来玩 陪我 陪我 我更开心 Kennis和Tagri设计这些活动 除了训练老人家手脚的灵活度 也希望可以借此舒缓他们的情绪 改善他们的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 其实都是近年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我也很希望可以透过自己所学的东西 可以真的应用到在银发一族身上 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成为银发一族 无线理事记者林志伟 背道 泰国北部空气污染严重 青迈府紧急宣布公务员可以在家工作 根据空气监测网站IQ Air星期五的数据 在过去24小时 青迈空气中的原浮粒子 即PM2.5 介乎每立方米112至398微克 较安全标准50微克 超标最多近7倍 达到威胁健康水平 除了公务员 当局也呼吁私人公司给员工在家工作 泰国近日受到山林大火和铃近国家禄窩 和缅甸农民焚烧农田发气物影响 令空气污染日出严重 据泰国卫生部门说 由年初至今 全国有近200万人 因为空气污染引发呼吸道疾病 需要留院治疗 以均空袭多个不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目标之后 先后发生两宗针对以色列的襲击 造成最少3死8人受伤 死伤者包括外国游客 以色列特拉维夫有汽车撞向人群之后反转 网上流传片段 看到有警员向车旁连开多枪 警方说司机企图拔枪 被警员制服 有报道说 而空被警员开枪击毙 以色列传媒报道 星期五晚上 一个来自以色列中部的男人 沿着海滨步行大道 一边驾驶汽车 一边开始向附近的人开枪 一个36岁的意大利公民丧生 司机之后开车冲向人群 多个游客受伤 伤者包括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 警方将事件定性为恐杂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玛尼 谴责襲击是内约的行为 同日较早前 约旦河西岸也有两个以色列姊妹 被人开枪击毙 预袭的车辆冲入树丛 死伤者由救护车移走 警方封锁现场调查 示范以军凶杂哈马斯目标 之后几个小时 约旦河谷北部的哈姆拉交界处 死者是16岁和20岁的两姊妹 他们的母亲也受重伤 一家人是来自英国的移民 驾车前往加利利海岸边度假的时候 被人袭击 哈马斯并没有承认施集 但就说 袭击是对以军侵略的自然反应 以色列总理奈塔尼亚胡到场视察 形容施集者是恐怖分子 下令动员边防警察和预备役部队 应对恐袭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健康欠佳的教宗方济角 首度缺席拜虎路仪式 在圣城耶路撒冷 大批天主教徒在旧城区拜虎路 他们抬着十字架 高长城角行设有14站的虎路 重温圣经记载耶稣被判死刑 受难到死之前所走过的路 虽然尔巴冲突近期再度升温 但拜虎路仪式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智利圣地亚角 几百名天主教徒也举行虎路纪念活动 游南演员带着经激观 背上十字架前行 再配合灯光 重演相传耶稣被钉十字架遭处死的过程 一众信徒手持蜡烛跟随 类似的纪念仪式在巴西里若义内奴 和委内瑞拉等地亦有举行 而在梵蒂江圣伯多禄大教堂 86岁的教宗方济各靠轮椅代步 主持耶稣受难弥杀 教廷说由于近日天气寒冷 方济各并没有亲身主持拜虎路仪式 是他自2013年当选教宗以来 第一次缺席这项传统纪念活动 改为在家观看 不过方济各仍然会完成整个圣州的活动 包括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复活主日微杀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见 变成了一篇